假天各种蔬菜都上市了 家里面种的吃不完 市场上卖的也非常便宜 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储存上很多青菜 放上一年也不会坏 冬天吃,非常的新鲜 像这些青菜中 我每年都会保存一些红薯叶 因为它营养价值非常高 被称为蔬菜皇后 而且不用打农药 吃起来也非常放心 在城市一块钱可以买一大把 在农村是不要钱的 把它给清洗干净 再放入开水中烫上10秒 一定不要烫太长时间 放入开水中滚一下 稍微变色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它给捞出 迅速的锅下凉水 再把它给捞出来 攒干水分 现在有两种方法保存 第一种方法 我们把超过水的菜放入太阳下 把它给晒干 这样就是干菜了 包饺子包包子 特别好吃 今天分享的是冷冻保存法 我们把它给分成一小团一小团的 这样吃的时候更方便 用保鲜膜包好 再放入一个袋子里面 放入冰箱冷冻保存 吃的时候解冻一下 再清炒 非常非常的好吃 保存方法非常的简单 而且放入冰箱也不会坏 在这边蔬菜吃不完呢 可以试一下哦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